朋友好啊 2022年的8月29号继续和大家聊国事 我们用了一些章节 不厌其烦的 把以高干子弟为核心骨干的老红卫兵的兴起发展 直至最后几近于衰亡的 这段的历史做了一番梳理 那么从其中呢 我们看到了老红卫兵 在王大明初期 他们的作为 他们的理念 看到了他们 在历史上欠下的累累的血债 我们也看到了 最高当局 对于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的基本的态度 从这种基本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到 作为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主席 包括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闯将们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 以中央文化小组为核心的文化新生代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初期 不可避免的两难的抉择 那么 我们同时把历史呢 一直拉到了1980年代 我们把这条 黑线 就是当初文革初期的 杀人越后的凶手 怎么样 经过了文革十年的沉寂之后 也不算沉寂啊 那个时候他们也在 也在 也在 也生活在自己的特权之下 但是他们真正的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 发挥这种主流地位 主流作用 那是在80年代以后 那么这条黑线就从当初的杀人越后的凶手 怎么样一步步的 最后成为了邓氏改开路线下的权贵阶级 由这条黑线 我们似乎就看到了1966年 毛主席凯然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 和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目标 这场革命的最深刻的历史诉求和现实选择 用当初的流行的话 叫什么 叫文化大革命 无产金融化大革命 是非常必要的 是非常及时的 梳理完这段历史之后 我们不得不认可 当年的这样的结论 还是老话 没有文化大革命 中国 中国早就不苏联和东国的后尘了 甚至弄不好苏联和东国都要不中国的后尘 那也未可知 告一段落 老红玉兵 我们告一段落 接着说 红玉兵的 大的概念 红玉兵 说了老红玉兵之后 我们接着说 红玉兵还有他的分支 伴随着老红玉兵的崛起 带起了一批红玉兵 后来的后续的红玉兵 红玉兵组织 那么 这个与老红玉兵有些意外相成的 然后呢 在老红玉兵 示威了之后 一度呢 也在这个 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扮演了相当的角色 并且成为了 造反派红玉兵的对立面的 那就是当初的 保守派红玉兵 又称为保皇派 他们是老红玉兵的 接班人 或者说是效仿者 这些个 这个 保皇派 或者说保守派的红玉兵 一般都是 仿效着老红玉兵 他们的做法 其而 投身到中国 当年的中国政治中去 那么这个 所有的保守派的红玉兵 他内部的绝大多数的成员 组成是什么呢 他不是那个高干子爹 但是也是根正苗红 就是当时的术语来说 属于 红五类的这样的家庭的子女 那么 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工人子弟 农民子弟 农民里的还是主要是贫农和下中农的子弟 中下 贫农和下中农 这样的子弟 当时 地主嘛 富农嘛 中农 然后上中农 下中农嘛 然后到贫农 然后到雇农 还有什么呢 军人子弟 就是基层 基层的 这个军人吧 不是不是这个将军元帅 基层军人的子弟 那么再加上当时的一些 比如说 从公社一直到省一级一 一些普通干部 用当年的话叫革命干部 这个干部子弟 还有呢 就是老子都不在了 早都已经在革命时期就已经成为烈士了 就是所谓的先烈的子弟 这些人构成了保守派红卫兵的主体 那么作为老红卫兵的效仿者 他们杀了出来 那么我们方才也说 他是作为造反派红卫兵的对立面 后来六七年的时候 一度在中国大陆上 一些地区有过的那种武斗 在红卫兵之间的武斗 往往发生在保守派红卫兵 和造反派红卫兵之间 那么 造反派红卫兵的这个队伍的组成呢 大致的出身都差不多 那么为什么他们有着这样的分化 并且成了兵戎相间的这样的对立面 他们在此之前的老红卫兵 包括当时中国这个当权派们 对于红卫兵组织 老红卫兵 包括到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 和保守派红卫兵 他们的这种政治取舍 这跟这个东西都有关系 所以这就是杨小凯先生 在在论文革中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番表述 他说 他说研究文革的那个学者陈佩华 我们前两天也提到过这位 说陈佩华曾经撰文分析 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文革后 会如此一致的认同官方 对文革的歪曲宣传 昧着良心指路为马 陈佩华特别反对巴金的建立文革纪念馆的建议 陈佩华争辩说 他说目前中国人对文革的文革的话语系统完全受官方宣传的操纵和误导 一旦建立这个文革的博物馆 那么整个话语系统无异于皇帝的新装故事中的局面 而建纪念馆会把官方对文革的解释更加固定化 合法化 就是80年决议里面 81年决议里面对文革的那种解释 那种歪曲 那么就会势必固定化 合法化 所以呢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一个独立于官方话语系统的对文革的反思 这是文革研究学者陈佩华的观点 他接着指出 他说摆脱官方对十年文革这个概念的定义 是开始独立思考的一个条件 官方说十年文革 这是不对的 哪有十年文革 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也就是三年嘛 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所谓的十年浩劫 而大致可分为至少是三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中共通过共产党的组织整肃政治的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大致就从516通知到1966年的八月份 就是所谓的红八月 那么在这个阶段中 非官方的群众结设都是非法或者是反革命的行为在当时 就非官方的 那时候还没有结设自由这一说 所有的批判运动 那么当时都是在共产党的严密的控制之下进行和展开的 那么陈建华认为在这个阶段 毛主席发觉他发动的运动又像是1964年 包括64年之前的几次运动一样 搞着搞着就完全被保守的政府系统给控制起来 那王达明之初不也一样 刘邓不就是这样把运动给控制起来 黑暗的50天不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毛主席在寻找新的政治牌 最后他发现中学出现了自发的非官方的结设 叫红卫兵 这种自发结设马上被官方打成非法的组织和反革命 于是呢毛主席就选择了结设自由这个牌子 公然就戴上了所有的反革命组织的这个绣标 以表示他支持这个所有的非法的组织 这就是66年8月18号 宋彬彬给毛主席戴的红绣标 这是陈佩华的观点 这是陈佩华的观点 说毛主席呢 一看刘邓台湾把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 把王大明给控制起来 又要按照反右四星那套打法打了 完全脱离了自己的这个设计 于是毛主席在寻找其他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主力军 所以他就发现了当时还被视为非法的这个红卫兵组织 并且站在了他们的一边 他接着分析他说刘邓呢 一旦发觉毛泽东公然支持被他们打成非法组织的红旗兵 于是马上刘邓又接过了这张牌 支持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反动而混蛋这样的口号 企图煽动这种正统的观念 把矛头转向四类分子 那么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 这就说了什么呢 他这就说了8月红8月 所有的红8月或是恐怖的红8月啊 高干子弟杀人越货的那些个事 他的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刘邓 就是刘邓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 接过了毛主席这张牌 你不支持红旗兵吗 好我让高干子弟搞红旗兵 然后我们他妈的开始杀人越货 破坏文化大革命 事实上是破坏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的战略部署 他说当时刘邓甚至周恩来的国务院 都直接支持和鼓励老红旗兵打杀黑五类的行为 不仅刘邓 他甚至说甚至国务院甚至周恩来都支持 老红旗兵的这种打杀黑五类的行为 他甚至说周恩来的爱将周荣新 就是国务院秘书长 周恩来的爱将周荣新 后来还直接给杀人最凶的老红旗兵 西城区纠察队 就是西九 以财政上的支持 就是西九的很多钱 很多经费 甚至来自于国务院秘书长周荣新 这暗黑的历史 于是呢 这老红旗兵当时就不得了了 呼风唤雨啊 都已经通了天了 得到了最上方除了毛主席的 这个公然的这种支持 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那部人的公然的支持 于是呢 不明就里 各地的这个党组织就纷纷开始笑法了 你看刘邓说国务院总理包括周荣新 他们都支持这个红旗兵 干部子弟的 各地党组织就纷纷笑法 把这个党团员也组织起来了 所谓的组成叫所谓的自发的群众组织 然后呢叫什么名都有啊 赤卫队了 什么红色政权保卫军呢 等等 叫的太多了啊 那个名字多了去 然后呢高喊着一个口号叫只许左派革命 不许右派造反 这不又是转移着斗争大方箭吗 还是为我所用的这种这种招牌 而那些对当局不满的学生组织 被他们称为造反派 造反派当时是个贬义词 毛泽东发觉结社自由这个牌子也被刘邓接过去了 于是毛主席又转而支持造反派 你们不是造反派是贬义词 你们是把这个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子弟的这一块啊 不都打成造反派了吗 于是毛主席转而支持造反派 同时要陈伯达等人去调查老红业兵的杀人行为 毛主席利用市民造反派对老红业兵的不满 提出反迫害 支持出身不好的造反派 批判血统论等等口号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老红业兵之后的红业兵 就出现了分野 分化出了造反派红业兵和保守派红业兵 这两支力量 两大势力 这是陈北华女士的这个树立和她 那树立完之后得出的这样的观点 保守派红业兵和造反派红业兵 就是继老红业兵之后 就是这样出现了分野 那么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 保守派的红业兵的直接对立面 那就是造反派的红业兵了 势同水火呀 两派之间 一开始就进入了这种极端对立的状态 不共戴天 66年年底那个时候 老红业兵已经 这个末日了 已经末日来临了 这个时候呢 这个伴随着老红业兵留下的这种打杀的戾气 以及伴随着保守派红业兵对老红业兵 对这个西九联洞这些老红业兵的这种 天然的同情感 以及呢 对他们某些理念的一些传承 比如说 说老子英雄而好汉 老子 混蛋 老子反动而混蛋的话 那么保守派红业兵认为 毕竟我也是跟这个苗红子出身 我们不是高干子弟 但我们出身是红的 那么他们这种变相的学童论 或者低端一点的学童论思想 同样在保守派的这个红业兵里面大行其道 有着这样的东西 他们也有这种红色江山 要红色这个接班人来保的这样的 来继承的 这样的一种政治冲动 甚至是政治动机 于是呢 就和造反派红业兵水火不容了 那么 1967年 年初 甚至是1966年的年底 在造反派红业兵和保守派红业兵之间 就开始有一些小规模的 这种这个擦枪走火 这种小规模的这种武斗 就已经开始了 那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到了1967年的六七月份 五六七吧 差不多 这个不仅仅是北京 有这种小规模的武斗 不仅仅北京有小规模的武斗 甚至呢 从北京走向了全国 不仅仅是小规模的武斗 甚至在走向全国之后 都发在某些地方 甚至爆发了大规模的这种武斗 你像重庆 你像武汉 重庆不是还有红业兵墓园吗 那都是右派们 反毛者 这些叛徒们 拿来诋毁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所谓的证据吗 不是还有画家还专门 画这个题材的画吗 作为控诉 也是一种变种的商同仁学 这叫变种美术 商恨美术 叫商恨美术 一直到这个毛主席后来都看不下去了 一看全国好多地方都闹起来了 武斗越远越烈 而当时最 这个搞得最烈的 那就是武汉了 所以毛主席还有了1967年夏天的南巡 毛主席说我到这个武汉去 我要去救陈在道去是不是啊 毛主席不说不说 就是做出那样的指示吗 官人阶级内部 因为那个时候 在武汉这样的地方 这个武斗都已经远远超出了 红业兵与红业兵之间 远远超出了保守派红业兵和造派红业兵 这是这样的一个范畴 而是渐渐的形成了以工人为主体的 甚至一部分军人参与其中的 两大敌对势力之间的恶性的武动 所以毛主席当时说嘛 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为什么一定要分化成这个这个势不两立的两派 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 毛主席那次南巡的目的就是要想在武汉 数个点 武汉事情要是处理好的话 那么对全国就有极大的示范意义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去平息这种 这个造反派之间形成的这样的武斗 那没想到去了之后弄了个七二零事件 用当时第一的感觉说怎么跑到贼窝里来 而从66年年底开始的小规模武斗 从北京扩展到全国一直到六七年的年终的时候 六七六七月份的时候 那个武斗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不仅是规模 然后那个技术含量都已经都都已经提升到了 那么在无以复加的程度了 就是基本上从初期的这个刀啊棍啊 这些个东西之后最后都已经发展到了军用的专用的枪械 甚至他们炮的都有动了炮的吗不是 说不说都有动了他们手榴弹和迫击炮的吗 甚至有一些地方的当权派为了自保挑动群众斗群众 甚至他们在变相的把军阶库开开给他们发枪发弹的 让他们出去打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这样的火火 有的地方这个武斗啊 一次次的武斗之后死伤都数以百计甚至是千计 可以说是非常惨重那样的代价 场面也非常之血腥 而这个武斗一开始的时候啊 始于保守派红业兵和造反派红业兵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明天我们继续说造反派的红业兵 以及啊 啊 明天或许还要讲毛主席对红业兵的 这个态度的这个演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